各位朋友好 我是常工 今天要去台南 台江国家公园里面那个四草大牌附近那里 靠近大宗庙 去拍这个白领翡翠 车子走这个大宗路啊 大宗庙 往大宗庙的地方 然后接近大宗庙之前 左转 绕到里面去的 渔温区里面 这里面 那个路就是一部车通过 当然有些地方是可以汇车 里面能够停车的地方 两三个位置加起来大概就停个七八步吧 骑摩托车应该是比较理想啊 这个白领翡翠它是 当然会飞来飞去啊 有时当时发现是在这个四草大牌 边上的胡树林 树上站的 那它后来要跑到渔温区 我今天去它是在最里面那一区 我们从这里进来 车子从这里进来 这就是那一家渔温的主人 那白领翡翠就是在这一区 这个最里面的 我们如果从 从这边啊 从这边这样拍过来 这个距离比较远 那如果说从这里绕过来 绕到这里啊 这样拍 这两个水车啊 这两个水车啊 它停在这上面 所以它这个位置刚好是 这个四草渔港啊 这两边刚好突出来的这个尖角这里 那有时候是在 在这边的胡树林啊 胡树林这边啊 然后有时候到渔温区 渔温区 那我们这里 从 从这边啊 就有 然后有在这边守候了 这里这几个 渔温也是会出现的啊 最最尖端 那是一户人家的渔温 那有人住在那里 啊 门是关着的啊 他基本上 如果很多人进去 他是 他是不同意的 他会感人啊 那今天 他 除草 在他田梗上的草 除一除除一除 鸟友就发现说 在最里面那个渔温啊 的水车上面啊 那个白铃翡翠就站在那里 哇 大家就开始 但是太远了 大概一百米以上啊 一百米如果拍黑面皮鹿是还可以啊 拍那个一只小翠鸟啊 太远了啊 不如拍下来也太小 所以人就找到后面去 就绕到后面去 因为路很小啊 啊 绕过去 是可以拍 啊 顺光 啊 我就是 啊 跑到 跑到那里面去 白铃翡翠啊 它应该是 迷鸟 非常少见 啊 在台湾非常少见 啊 今年 这里发现了以后啊 那个 租船啊 包船啊 哇 好多人 从年前啊 一直不断啊 来 来拍一个 很稀有的 很漂亮的鸟 拍完要出来的时候 因为我们走进去的时候啊 草在这一边 这个 扛着三脚架 在这一边 啊 就是 下面就是 那个大排的 那个水 啊 时候 这样子比较好 比较不会 有 结果出来的时候啊 那个三脚架 去 去顶 顶 就被那个草 勾到 如果你三脚架是 抬起来 横的 直的 就是说 那个脚 向后面 或者是脚 向前面 这样的话 你就还好 我那时候刚好 我是直接把三脚架 这样扛 这样扛起来 就脚 三只脚是向下的 那走 走到那边的时候 就会 卡到 呵呵 那个草啊 就拌了 拌到刚好 那个地方不太平 那个草 然后地上那个草有点长 然后就 滑下去了 一踩滑下去 手抓草 也 也没有支撑点啊 然后 要去碰旁边那棵树啊 有点圆 然后就 就慢慢 呃 就下去 就这个 录影机啊 在向下 我头也是向下 慢慢滑 它不是说 啪一下 跌下去 是 滑下去 轻轻地滑下去 啊 大概 一米多 就滑下去 大概一米多 哇 那个要爬起来 也是不太容易啊 脚架在底下 然后 后来刚好 有两位鸟友 经过 一个先生 一个小姐 我非常感谢他啊 他们两个 然后 我好不容易爬起来 把脚架 递给他 请他先拿上来 然后再拉我一把上来 非常谢谢这两位 我不知道他们名字 不好意思 啊 谢谢你们 然后 这是 今天的一个插曲啊 一个插曲 不过 今天 拍的还可以啊 所以 唯一遗憾就是 就是那个 录影机跟 望远镜接的地方啊 他一个环接着的嘛 结果 那个录影机啊 碰 碰到 就是滑下去的时候啊 这两个有点 折了 折了一点 然后 他还粘着 结果就是把录影机最前面的那 那一个环 那个部分 裂开了 就 断裂了啊 不过就还 还可以拍了 还可以拍 只是说啊 有点 怪 呵呵 是 那 朋友们 如果经过那里 还是小心一点啊 你脚架啊 最好是不要 不要朝下面啊 抬起来 或者说一点啊 不要那么长 会比较安全一点 想当初啊 王老师在 在这个 米埔 香港米埔 师弟拍鸟的时候啊 走那个木栈道啊 就是因为这个脚很长 没有收起来 向前面 他走走走走 不小心去碰到那个树啊 碰到那个脚架去碰到那个树 结果他就往后倒 就掉到水里面去 呵呵呵 那那一次 呃 那是 一身的污泥啊 一身的污泥 还冲了半天 我今天是还好啊 不过啊 还是 有一点点小损伤 小损失啊 身体是不错 身体没有怎么样 就是 相机有一点点问题 好 呃 感谢你 啊 再见